都支持謝榮介北上參選 我第一次聽過 不過現在各地都在進行初選 尊重各地方大大的想法 龍健兄很強 很多從北到南都很想找他 那黃麗錦如主委想找他是他 真的啊 就是自己想找他 這個龍健兄是台南的大將 那大家就像柯智恩一樣 柯智恩也很多人想找他 那但是柯智恩現在就要拼進高雄市政府 他不會拼進其他的地方 好 謝謝 請請再來關注 大方的小人 我是有路市民民民主職工 由於美女樓設備 會在座交流 一起擺動 我希望大家可以找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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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選民會讓他們知道的 什麼小我 亂的大我 奇怪 我不懂這個邏輯 我再一次講 我信賴 但是不信邪 怎麼說 我來選就是分裂 他們選就是團結 他們汙蔑我是為了團結 我如果稍微 回嘴就是分裂 我定義是怎麼來的 我真的是不懂 我要的只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出選 有這麼難嗎 昨天有提到這個退休的部分 就是這次選完就要退休 不過剛才何志偉認為說 退休是私事 不要因為小我而亂了大我 所以這句話就我聽不懂 對 那是我的私事嘛 那怎麼會就是 怎麼會什麼小我亂的大我 奇怪 我不懂這個邏輯 我希望就是這樣 就是到此為止 我沒有什麼惡意之下 那接受我議會的同事 的一個訪問就是這樣啊 我說了我自己都 忘了是什麼時候說的 奇怪怎麼那麼注意我的一舉一動 我再一次講齁 我信賴但是不信邪 就是這樣 所以我來參與初選 我來參與初選 我是響應賴主席 他第一天就講了 他說這一屆的立委選舉 沒有限任優先都要初選 這麼講所以我來啦 怎麼說我來選就是分裂 他們選就是團結 他們污衊我 是為了團結 我如果 稍微回嘴 就是分裂 定義是怎麼來的 我真的是不懂 那我個人是小我沒錯啊 是小局沒錯啊 但是有完整的小局 才會有完美的大局嘛 大局也是無數的小局累積而成了嘛 所以我要的只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初選 有這麼難嗎 那已經在一個禮拜就要做民調 就初選就結束了嘛 不是嗎 我信賴但是不信邪 所以我來了 那選擇四林大同區 很顯然其實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站起來 15年前立委選舉 我在四林大同區跌倒 所以現在我要在這裡站起來 那中山北中山這個立委選區 中山區跟大同區都是我的本命區 可是這兩次立委的選舉 我都積極的全心全意的幫忙吳一農 因為他是一位非常年輕優秀的好人才 即便這一次補選輸了 我一樣 我是鼓勵吳一農要繼續耕耘 我認為吳一農這一次敗選 非戰之罪 所以我這麼鼓勵他 他也這麼跟我們基層朋友報告 所以在中山區立法委員這個選局 我就像是梅仁婆一樣 那哪有梅仁婆上花轎的 所以這非常清楚 我在中山北中山這個選區 我還是一樣 我繼續鼓勵吳一農參選 我認為他如果進到國會 會對於他在舉辦的壯闊台灣 會有更多的資源 那麼更大的助力來推動 即便即便吳一農沒有參選 那麼我再一次強調 我在中山北中山這個立委選局 我就像是梅仁婆一樣 梅仁婆不能上花轎的啦 所以至於提到說 是不是我們這個選區正面對上何志偉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其他的隱含意義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今天來的所有議員 基層里長 還有基層的意見領袖們 都是我數十年的好朋友 他們跟我都是生死之交 因為啊 15年前我立委落選的時候 他們不但沒有放棄我 甚至陪我去跳海 所以我們這是生死之交 那當然我今天上午有點意外 基層有這麼多朋友 他們在百忙之中能夠過來 尤其洪建議議員 林世松議員 劉耀仁議員 張文潔議員 陳子惠議員 許家裴議員 吳佩議議員 劉耀仁議員 他們也都好多公事繁忙在身 我們要現場會堪 要議會協調會 要準備4月12號的開議 所以我非常意外 有這麼多位議員 這麼多位里長 這麼多位基層的好朋友們 還有我們台北市黨部 我們永遠的市黨部主委 黃靖林 黃前輩 還有我們現任的張茂南主委 他這麼長的時間以來 一直在關注 那他也鼓勵我 應當出來參選 我非常感謝他們 還有今天沒有來到現場的 我很敬愛的 跟我也是30年的老戰友 過去我議會 立法院的好同事 徐國勇徐部長 他現在雖然卸下了部長 但是他對國事一樣非常的關心 那這一段時間 他也給我很多的鼓勵 那他非常肯定的 就是要推薦我 在士林大同區參選立委 所以我在這麼多好朋友的鼓勵 當然我就必須很勇敢堅定的站出來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記者有問題 有回答到 賴清德主席 你這個決定有跟黨中央討論過嗎 尤其是因為賴清德 他有這個所謂的前進條款 那現在你可能就是違反了這個前進條款 那你怎麼看 他不外之因為過去你們被講說 一些尾 甚至有一起面對這個黨籍的恐怖 那你自己的頭髮要送給什麼 什麼東西 賴清德主席 有公開的宣布 2024立法委員選舉 沒有現任優先 都要初選 所以我響應賴主席的說法 那麼我來參選 其實更完備了我們黨的程序正義 完整的小局 才有完美的大局 大局的完美無缺 是建立在小局的程序正義 您剛剛提到的 那是大局條款 大局條款只是建議 並不是強制 大局條款只是建議 並不是強制 所以我還是決定來了 那至於我是不是 必須對上對手 當然因為我們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單一席制 所以不得不 當然會面對現任 所以其實我是處在比較劣勢 因為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黨已經定調 只有賴清德主席參選總統候選人 已經提名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所以我們的立委出選期程 還會再加快一個禮拜 所以很可能在四月初就出選進行 而四月初剛好是我們議會開議的時候 我們在四月十二號開議 我跟在場洪建議議員 林思中議員 劉耀仁議員 許家培議員 武沛議議員 張文傑議員 陳時惠議員 我們共同要面對新任的台北市長 我們都要共同的強攻 強貫安市長在市政的缺失 所以這一個部分其實 就是名為初選 大概我也沒有其他的動作可以做 那但是我相信 我有能力 我有經驗 可以進到立法院 為國家多做一點事 在相應區裡 都要反抗 你好 昨天啊 都要無禁止 立法院 在相應區 是 勿改 都是